当我们等候上帝 无论是向祂呼求帮助 安静等待 或者是默想祂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什么的回应呢? 我们可以在以下所读的经文里面 找到由上帝确实的应许 第一 等候上帝的人必重生得力 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九节那里说 疲乏的他赐能力 软弱的他加力量 接着在四十章三十一节说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生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民族 得到复兴的力量 不是出于人的努力或者智慧 而是人安静在上帝的面前 完全信靠祂 又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的经文说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云 你们竟止不肯 这里所说的得力 是包括身体和灵魂的力量 第二 等候上帝的人必得到更新和改变 效法基督是基督徒人生的目标 人若果等候上帝 多默想上帝 效法基督 得到基督的封诚生命 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又要将心智改换一生 并且要穿上身人 这个身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做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是包括行为和心智的更新 第三 等候上帝的人信心得到粗烈 等候上帝不是靠人的感觉 而是靠信心 人必须要信心的眼睛 才能够看见上帝 新约圣经希伯来书 十一章六节里面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由上帝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信心能够使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 心里又平安 就正如保罗在他受逼白当中 仍然靠着着站得稳 他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那里 很有信心地说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等候上帝 不是表示必定凡事都顺利的 不过他能够带来 新心灵的平安和力量 是无缝的 再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 可以看到上帝的应许 耶和华必然等候 以私恩给你们 必然兴起 好年恩你们 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 凡等候他的 都叫事由福的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欠我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你会喜悦我们等候你 仰望你 住在你的隐物处 在你任备之下 天父啊 我们每日在这里忙碌生活 以致新心灵缺乏力量 求你使我们因为等候你 而重申得力 主啊 我们愿意等候你 也都藉着祈祷 读经和侍奉 使我们灵性活潑 更像基督 能够见证你的信实和慈爱 天父啊 我们承认自己信心软弱 用眼见才信 求你遥述我们 求你叫我们找紧 你在圣经中的应许 信靠你的能力 智慧和信实 以致经历你的医治 和上次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命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 谨心吐热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的事项 传真至 prayer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赐福看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